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och薄BLten 战拉或者曼城又好 赞 订阅 他们的对手 英超和欧联都是对手太赞 如果真的因為這個財政公平條例犯規而不能踢歐聯兩年的話 對於比賽上來說是真的有點可惜的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剛剛在英招比賽,利物浦1比0贏了諾域治 高普就說 歐洲禁賽的判決未必那麼清晰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對於被罰的領隊和球隊來說 真的有點冤枉 其實這些財政上的犯規 對於足球技術方面的人,包括領隊和球員 其實他可能不知什麼事 儘管高普怎麼說 這個真是很震驚,當我聽到的時候 我其實說真的,就不太知道這些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或者怎樣會發生的 我只能夠說 作為一個教練或者領隊 萬成在哥迪奧納帶領之下 實在是踢得非常出色的足球 不過有時世事就是這樣的 我經常都很仰慕 究竟他怎樣做到的 他在做的事實在令我也覺得羨慕 但是在這一刻 我就不希望 他們那麼好的一些工作 或者一些 做下來的事會被完結 OK 我想大家都很能夠想像 作為一個足球的人 究竟這件事對他們的打擊有多大 好像我們作為足球的領隊或者球員來說 我們做足我們要做的事 你亦都 對球會是有絕對的信任的 當球會相關的人士告訴你 OK的 我們是沒有犯規 我們OK的 但是 看下去 歐洲足協 看這件事有少少不同的看法 這件事 真的是他們要去處理 我完全沒有概念 究竟 將會是怎樣 即是那些什麼上訴 那些我真的不懂 亦都沒有一個想像 但是我看到幾件事 明顯地 萬成就會上訴 我亦都可以 估計 會有多些資訊 很多人就會再討論 OK 但是老實說 我 就感受到 哥迪奧娜 和巴仁星的球員 他們 真的沒有做錯事 他們只是踢球而已 但是 他們踢的足球 簡直是非常出色的 哥迪奧娜帶著球隊 真的踢到很漂亮 大家很喜歡看的足球 他 就是 這件事 他是為我們英超 和足球帶來的好事 但是 相反 另一方面 我們也要尊重 那些條例 雖然 我 完全沒有概念 究竟他們是犯規 還是怎樣 但是 歐洲足協 既然說得 他們是犯了規 我們就 看看 其實 之後會怎樣 這樣的 高普除了說這件事之外 也有提到 文尼 當然 文尼 後備入梯 借入了這個 電定性的入球 有個比喻 他是不是好似 因為現在英國那邊 正在打風 就叫做 Storm Dennis 利物浦 不知道是否 文尼就像Storm Dennis 一來到 就搞定了 入球 令到現在 利物浦 25分 距離第2位的曼城 OK 已經是連續17場的勝仗 高普 當然是很開心 當記者問他這件事的時候 他都說 你真的很瘋狂 其實我也 不是很明白 我的足球智慧 就不夠他那麼厲害 我也不知道 文尼怎麼射 正所謂這件事 連你的領隊也這麼說的話 這球球的技術性 真的是相當高的要求 那 其實我真的 高普說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樣發生的 總之 我們當時就很專注要贏這場比賽 文尼做到一些那麼出色的事 令到我們贏了比賽 我當然是開心 當然 亦都發覺這件事 真的是很特別 很特別的 我會去更衣室 我們可能會有兩三分鐘 談回整場球 和球員 然後 我們就 繼續 他們就慶祝這場贏 贏 OK 這單報導 就是高普 說一下 究竟他對 戈奧娜 那個看法 以及對於 萬成這次 受罰的看法 另一單報導 剛才那單報導 是Sky Sports 我忘了有沒有說 如果沒有就補充 這單報導就是Guardian的報導 就說 哥迪奧娜 萬成的領隊 會不會只剩下一次機會 去替萬成 贏到歐聯呢 標題那裏就是 其實16強 哥迪奧娜帶領的萬成 要對著 斯坦帶領的 王加馬德里 尤其是禁賽令出了之後 這場比賽可能比 原本 更加 更加大的意義 這樣 哥迪奧娜 之前有幾天 已經有很多事說 他會不會被人解僱 如果他今年贏不了歐聯 可能就會被解僱 諸如此類 可能真是不知道 剛巧得那麼巧 還是 飛機撞紙要 結果昨天 出了 萬成的禁賽令 如果禁賽令 真是履行 而 哥迪奧娜 又真是履行 他在萬成的合約的話 這一屆的歐聯 是哥迪奧娜唯一 可以帶領 萬成 贏取歐聯的機會 為甚麼呢 哥迪奧娜的合約 到了2023年 如果禁賽令 實行的話 跟著那兩年 都沒有歐聯 所以就算他不走 就算萬成不解僱他 他也是沒有機會帶領 萬成獲得歐聯的獎盃 這樣 所以 這件事 我想 無論是萬成 或者 哥迪奧娜 都會 心裏都要有 盤算 這件事 那麼 如果 他 大家想想 初衷 其實 萬成 那麼辛苦 千辛萬苦 請到哥迪奧娜 去教 的時候 當時其中一個初衷 就是因為 他有一個歐聯 的 專業 亦都非常之厲害 踢歐聯 尤其是 說真的 當時萬成都贏過英超冠軍 亦都在去年 贏了本地的三冠王 贏的分數這兩屆 獲得了199分 亦都相當出色 但是 正正 哥迪奧娜去到萬成 其中一個重要任務 就是要取得歐聯 對不對 其實 無論是哥迪奧娜未來之前 或者 現在來說 哥迪奧娜 對不起 萬成 歐洲賽的記錄 或者 情況 都不是太理想的 哥迪奧娜也曾經有幾次說過 這個方面 是球會需要進步的地方 他們當然 取得歐聯資格就沒有問題 亦都差不多每一次 不是 初初就沒有 去到16強 但是現在這幾年 就已經 差不多一定去到16強 那麼 他們接下來16強 就會對著 加爾瑪德利 斯丹來說 說實話 說實話 嚴陣以待 因為老實說 斯丹 王馬 和歐聯 基本上 差不多 劃成一個 三角的等號 因為斯丹是上一次 帶領 王加馬德里 已經連續 三屆取得歐聯 大家不要忘記 他們當時 雖然 球隊中 升降幼幼 包括斯朗拿道 加利夫巴爾 但他們的表現 其實就未必是 那麼出色 你不要管那麼多 他們贏了三屆 2016 至2018 這三屆的歐聯 都是 他們取得的 OK 就算 他們 現在來講 現在斯丹帶領的王馬 可能 比起上一次 沒有那麼升降幼幼 可能因為斯朗拿道 離開了 巴利夫巴爾 也老了幾歲 但是他們有這個經驗關於贏歐聯 在球隊中仍然相當多 這件事 此起彼落 如果比起曼城 他們更加可以說得出眾 OK 這件事 另一隊英超球隊 利物浦 已經是給過學費了 正正就是2018年的 決賽 斯丹帶領的王加馬德里 正正就是 憑著經驗 是贏了當時利物浦 的一隊 就是歐聯的決賽 裡面那個贏了 大家都很記得 當時利物浦的門將 卡拉斯 那球 牛油手 也有一些很漂亮的射門 總之 王馬 一打在歐聯 就是另一隊 OK 所以 大家都記得 哥迪奧納 也帶領巴赛龍華 做到類似的工作 所以 曼城就真是 很希望哥迪奧納 而我相信 哥迪奧納也很想做到這件事 因為有趣的地方就是 哥迪奧納自從離開了巴赛龍娜之外 之後 也沒有贏過歐聯 不要說贏歐聯 其實曼城 或者哥迪奧納帶領的曼城 其實他連歐聯決賽 都沒有去過 始終 在這幾年 尤其是早兩年 曼城 踢得那麼出色的時候 歐聯 都是他們的 一條刺 還沒搞定的話 好了 好像剛才所說 這屆 可能 真的是哥迪奧納 帶領著曼城 可能是最後一次機會 有機會挑戰 歐聯的錦標 但是 正16強 對著這個 非常有 歐聯的經驗 的王 加拿馬得利 對了 這個 貝城借一 破虎沉舟的 原因 會不會 令到曼城 在這一次 十六強機會 贏王馬 的一個 特別之處呢 我們很快就知道了 因為 過了一個星期 就會踢歐聯的 十六強賽事 今天的節目就這麼多 多謝師弟 拜拜 賺王馬 會不會 貓王馬 在那邊 不容易 厲害 就是